今年618我只买了这一样件的产品 就是大疆的Pocket 3 其实买之前我也有一些犹豫 毕竟是出了快两年的产品了 俗话说买新不买旧嘛 但是上次去福刚之前 我迫切的需要一个比较轻便的拍摄设备 所以在618和国补的双重诱惑之下 还是入手了这个Pocket 3 上手之后真的是感叹画质非常不错 我的上一期福刚的视频 其实九成的镜头都是这个Pocket 3来拍摄的 然后我的上一期视频 就是做饭的那个视频 所有的镜头都是这个Pocket 3来拍摄的 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性能 或者说它的画面可调性到底怎么样 所以今天算是一次经验分享 来谈一谈我对Pocket 3的各种设置 今天我会把视频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零基础 一部分是进阶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小白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点一个收藏 以后慢慢去看 相信我们都会拍得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先从零基础的部分开始 我买的是它这个所谓的全能套装 但是后来呢 我其实又补了一套这个麦克风和充电盒 所以相当于是它的这个Vlog套装 这个袋子里面这个是机器的本体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三角架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增长的手柄 它本身是没有电池的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它下面有一个通用的四分之一螺孔 可以去拧各种其他的配件 给它插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上上这个三角架了 同时延长这个下面的握把 握持起来会比较舒服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充电手柄 这里边是一块电池 然后只要这个电池插在Pocket 3上面 它就会优先使用这里边的电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首先转动屏幕就会开机 我们向上滑动 可以看到分辨率和帧率的设置 如果你是一个日常记录的用户 我建议给设置成4K和30帧每秒 如果你想获得一个比较有电影感的画面 也可以设置成24帧每秒 是转屏开拍的设置 屏幕相关的设置 这个呢我建议保持关掉 因为我们转动屏幕开机之后 再按录像键录制 它的时间和转屏开拍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是可以避免很多这个误触啊 或者说我们不想拍的情况 可以节省很多电量和储存空间 屏幕的亮度 建议保持50% 这块屏幕的素质其实还不错的 即使是外面晴天的情况下 也可以看清楚屏幕上面的内容 左边这个地方点击呢 就可以来到跟随模式的设置 这个跟随模式呢 我其实一般都不会去开启它 因为我的大部分使用场景 都需要拿着它手持自拍 来讲一些内容 或者呢就是我拿着它去拍一些景色 这个时候只要开启自拍跟随 它的跟随功能就是已经足够用了 而这些跟随模式呢 我觉得更适合去做一些 所谓的创意跟拍 或者所谓的电影感运镜 这个设置呢 无线麦克风的设置 如果你跟我一样买的是 它这个全能套装 或者Vlog套装 它会附赠一个 DJI Mac 2的无线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的素质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的LED灯建议打开 振动提醒也建议打开 提醒你自己正在录制 然后这里边有一点 就是这个32bit的浮点 这个强烈建议要开启 来保证最优秀的录音质量 剩下的我觉得保持默认即可 这一项呢是云台转向速度 我其实觉得默认的速度呢 有一些慢 因为我们拍摄Vlog的时候 经常会来捕捉一些比较精彩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比较快的云台移动速度 这样能够让这个Poket 3 尽可能追上我们想要看的画面 最后一项呢是云台模式 默认增纹 比较适合我们手持去拍其他的内容 也就是所谓的Broll 而这个抚养锁定呢 比较适合我们手持自拍 也就是所谓的Aroll 后边两项呢 我个人不是很常用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运镜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默认情况 我觉得就是默认增纹就可以了 然后右边这个按钮要着重提一下 我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发现 我推摇杆的时候 它调整的是抚养 然后又有时候呢 它调整的是缩放 其实就是我们按到了右边的这个按钮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个人使用习惯吧 我的习惯呢是一般不会去缩放它 因为它是一个电子缩放嘛 它缩放之后会有一些画质损失 所以我的习惯是给它改成云台的摇摆 这样我把它放到一个固定位置上之后 可以重新去调整构图 右边的菜单划开 首先是曝光 这里右边的ISO 我的建议是设置成50到400 虽然说50是Pocket 3的原生ISO 但是总会有一些比较暗的场景 那么400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甜点的区域 就是它的噪点也比较可控 就是它能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画质 同时可以满足一些暗光拍摄 然后左边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曝光补偿 我觉得默认就好 如果你想把它调整手动 这里边它就会变成快门速度 这里的调整呢需要看我们的帧率设置 如果我们的帧率设置是30帧每秒 建议把它调成60分之一 如果我们的设置是24帧每秒 建议把它设置成50分之一 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运动模糊效果 如果我们只是想拿Pocket 3做一些记录的话 其实我觉得自动的情况下 Pocket 3的表现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毕竟拍到比拍好看更重要 白平衡保持自动就可以 美颜这里我建议关掉 因为这里的美颜其实它也是需要 通过连接手机APP来查看美颜效果的 而这个素材导出到手机之后 我们依然可以在后期再去做美颜 所以我这里建议关掉 次材的部分普通就可以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调色的问题 这个Pocket 3拍完的素材 可以直接通过无线连接传到手机里边 然后通过这个DJI MIMO的APP 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调色 打开APP之后把Pocket 3打开 点击这个相机的按钮 它会提示让你连接Pocket 3 我们这里点击连接 选择加入 然后它们就会通过WiFi来连接 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相册这里 浏览储存在这个储存卡里面的所有视频 那例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小狗的这个吧 就是例如说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下载按钮 可以看到下载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那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当时按照这个基本上就是自动的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设置来设置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PP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功能 像修剪啊 滤镜啊调色呀美颜呀可以转成Live图啊 然后去加一些水印 还有画面的旋转 然后这里边它预制了很多滤镜 有所谓的大师滤镜 也有所谓的胶片滤镜 然后还有所谓的电影滤镜 这样看大家喜欢吧 例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美国网市的这个滤镜 但是现在这个滤镜强度呢可能有点强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降一点 嗯 例如说现在我觉得就OK 我们可以点这里对比一下 嗯 我觉得OK 那基本上这个视频呢就可以导出来 然后导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Live图 去截取其中的一部分转成Live图 然后呢 这里边可以选择它的分辨率 然后选择导出你的视频就做好了 那么进阶设置呢 就是为了这些对画质有要求 可能需要更好的画质表现的这些人准备的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后期调色流程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右边的部分就进入到了一个更需要手工调整的部分 首先是曝光 曝光的话 如果你追求极致的画面表现 我建议把曝光 首先改成手动 如果我们的帧率是24帧每秒的话 快门速度改成50分之1秒 然后的话把ISO 改成固定的50 然后这里的白平衡 其实自动就好 或者呢我们可以去拿它的自动去简单检测一下现在的环境白平衡 环境的色温 然后给它锁住 如果说我们知道现在的摄影灯我设成了5500K 我也可以把它手动改成5500K 色彩的部分 这里要注意啊 这个D-Log M 其实它不是Log 或者说它的色彩空间呢 是RAC 709 这个有其他人的视频已经试过了 我只给大家结论就是这里要改成HLG 它的动态范围是更好的 这里如果我们的这个拍摄模式是HLG 或者这个D-Log M 这里只能选择HEPC 也就是H265变码 最后要提一嘴的呢 就是这个ND滤镜 如果你想要拍一些比较严肃的内容 这个ND滤镜是必备的 ND呢就像是一些墨镜来控制曝光 因为我们的拍摄想要比较专业的话 我们要保持一个固定的ISO 这个时候晶光量就只能靠ND滤镜去调节 我买的呢这个是卡色的这样的一个可变ND 但是如果你想追求更好的画质 其实还是用固定的ND会比较好 因为可变ND基本上都会有比较严重的色偏 需要靠后期把颜色拉回来 这里大家要注意 其实官方的有一些其他的滤镜 例如说官方的一些像黑柔 或者说拉丝镜片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并不必要 因为很多效果呢 其实是可以靠后期来实现 而ND呢 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 在实际拍摄过程当中呢 我使用ND的场景非常少 因为要手动调整它很麻烦 毕竟这么小 手动调整它很麻烦 进入到不同场景之后呢 你还要去再手动去调整它 不如自动来的方便 毕竟我们选择Pocket 3就是为了它的方便 这里边我就要提到关于这个机器 我唯一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一个监看的LUT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只有灰片的 无论是HLG还是D-LogM 在我们看这个屏幕的小屏幕的过程当中 是只能看见灰片的 但是如果你连接了手机 这里是会给到一些这个直方图啊 或者说过报提示啊 这样的一些工具 但是呢好像依然没有监看LUT 不知道后续的这些软件更新 能不能够修复它 如果想拍一些更加严肃的视频内容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希望官方能够加上去 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 也可以随时评论区 或者各种方式来问我 如果你有更好的直出的设置方案 也可以留在评论区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这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